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树叶生活 今天我们是来到较来的十一里 然后就在Aeon的对面有着一个庙 它就叫做新安庙 新安庙是坐落在非常繁忙的那个Seal Highway 就是那个家营的外环大道的旁边路旁罢了 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有一个叫做鲁一新树馆 这个是之前有为大家介绍过的在Balakon 那是一间台式的素食 而且是开了四年多 进来就搬来了这个新安庙 那时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大大的招牌 叫做Dashit Direct的一个素食餐厅 进来就搬来了这里新安庙 所以我们也过来去开一看他们的那个餐牌 有什么一些增加的一些特色的一个素食 在这里就看到鲁一新树馆开始营业 而这个叫来这个十一里的新安庙 是1940年至今他主要的供奉的那个神明呢 是那个官帝圣君 官平太子周昌将军 宗唐元帅 然后还有一个福德正神 官义良娘 还有金童玉女田都元帅 新安庙在2003年就成立了一个新安庙的一个活动基金会 所以他在每逢那个初一十五呢 都有提供那个免费的次数 即进行那个施药 施医正药的那个活动 这个就是他们新安庙的一个主店 根据新安庙的理事指出啊 这一代的居民呢 如果有那个小孩子出生后难养呢 都会过去给这里的官帝 一来是过去后呢 孩子会比较容易照顾 容易养 然后呢 二来呢 就能消灾 祈福 就在这个庙的右侧呢 就是这个 鲁一新宿馆 他们就 搬来了 这个新安庙的在右侧 鲁一新宿馆 好 就让我们进去炒胜一下 春秋阁 里面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设计 很光亮哦 弹刀附会 是指那个鼠匠关鱼 带着一口刀跟少数的随从 扑动无附会 那时就非常敬佩 关鱼那种大智大勇的那一种 气概 都是大片大片的那个玻璃 所以 这餐馆的那个采光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光亮 还有这里是桃园结议 这是刘备 还有一个是 关鱼啊 还有一个张飞 举酒结议的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三顾茅庐 刘备三次的去拜访 诸葛亮的一个故事 一片一片的那种历史情节 好像在脑海中 一直一直地浮出 这蛮有特色的一个 素食店哦 这就是 Restaurant Tashit Delic 如意新的 新的那个餐牌 这里有些 他们的那一个介绍 小小的一个简介 然后这边就有他们的那个面类 他们那种不同不同种类的那种面类 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的饭类 还附上一些他们的照片 俗的照片 这边就是他的那个小菜 还有他的蛋类 这边是他的vegetables 蔬菜类 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鸳鸯芥兰 这里就是他的栽类 有两个很特别的 就是不同煮法的那个猴头菇 这边有汤类 豆腐类 最记得的是他的那个三杯鸡 这边是他的饮料 最后这边就是他们的营业时间 和这里是他们的新地址 以逢星期四是休息的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有吃过的 那个三杯鸡 是属于那种台式的那个煮法 是非常浓郁的一个菜式 拉中带一点甜的 而且呢 它是非常浓稠的酱油味 然后那时还记得的依稀有点咸 但是配上那个豆腐呢 就刚刚好了 那个味道综合了起来 依旧还是那么的美味 这是也是上次我们教过的叫 鱼香茄子 就是把那个茄子呢 煮的比较久 但是呢 它的那个煮到的那个茄子 比较像那个鱼的感觉 这个就是那个姜蓉猴头菇 把猴头菇呢 煮上那个姜蓉 然后吃起来呢 是非常的惹饭的一道 这姜蓉呢 这姜蓉呢也调配的不会太辣的那种 不会太枪口的那种 这是那个Mixed Vegetables So就五色齐全 就是营养都非常的具备的一道 有木耳 看到的还有很多的蔬菜啊 有腰豆啊 萝卜啊 所以五色都具权的一道 这就是营养芥兰 比较特别的 这里呢 是那一种青草的芥兰 一种菜两种煮法 那这里是Deep Fry 把它的叶子切成丝 拿去炸 口味非常的脆口 很像那个吃的那一种烤的紫菜 很特别 这就是蔬菜家里 它这里的那个 家里的蔬菜啊 是这里属于一个 他们的signature dish 主要它的那个家里的口味呢 是有点不一样的 哦 原来他们加了那个八角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叫做臭豆豆腐 臭豆的那种含铁量非常的高的 然后它也是 那个纤维含量也是很高的一个 豆类 然后那么切成丝呢 而这样来煮呢 有点像那个牛仔的方式 所以也非常特别 豆腐里非常的入法的一道 这个也很特别 叫做妈咪苦瓜 用那一种我们叫做妈咪的煮法 是有点好像糖醋糖醋的煮法 但是呢 它的内部呢 是苦瓜 这样煮起来呢 苦瓜一点都不苦 小孩子不吃苦瓜的 就直接用这一道来 让他们试试看吃 他们一定会爱上苦瓜 这个就是那个椒盐猴头菇的另外一种的那个猴头菇的煮法 又有另外的一道的那个风味 外皮酥酥脆脆的 里面也有着那个猴头菇的那一种口感跟嚼劲 Dash It Delic呢 之前给我的感觉是那一种台式的一个素食馆 但这次呢 来到呢 就 它加了很多的那一种很特别的那种煮法的中式的那种菜肴 所以 如果有来到交来十一里呢 在这个新安庙的左侧呢 不妨来这里 吃那么特别的一些素食料理 就在此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